今天的领事在线我们连线采访中国驻波兰大使刘光源 刘大使介绍目前波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仍然是在持续的增加 波兰政府采取了居家隔离 限制聚集 边境管控等一系列及时的防控措施 波兰民众也是积极的配合 相信疫情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刘大使表示 疫情爆发之后 使馆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 协助中国留学生抗击疫情 使馆就是留学生的家 将会与留学生共同迎接抗疫的胜利 目前在波兰的中国公民总数为12262人 其中留学生1402人 分散在波兰境内22个城市的50多所学校 国内疫情发生后 大使馆立即着手摸牌 在波兰的中国留学生抵触 掌握人员的分布 联系方式等等确切的信息 并通过学联及建立微信群等方式 与留学生保持日常的密切的联系 我们还蹲出波兰的高教部及有关学校 切实维护我留学生合法权益 为宿舍被校仿征用 或者是同宿舍楼出现逆似病例的留学生 及时协调更换宿舍 目前我们在波兰的留学生没有出现确诊病例 总体健康状况良好 虽若波兰疫情的蔓延 部分留学生产生了紧张的情绪 我和使馆的同事通过写信 打电话 召开视频会议等方式 做心理安抚 鼓励大家保持乐观的心态 加强科学防护 尽可能稳在当地 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使馆网站 微信公众号 持续发布提醒的通知 向留学生普及防疫知识 推荐网络咨询问诊平台 并邀请了国内的专家在线交流 为大家大意解惑 使馆两部热线电话 也是24小时 接受学生的咨询与求助 经过多方走出物资 使馆在疫情的早期 向739名没有口罩的留学生 寄送了口罩 就在前几天 我们又给1400名学生 寄送了装有口罩 消毒液的健康包 中资企业还与留学生 进行了结队的帮助 使馆就是留学生的家 不敢不拦的疫情如何变化 我们将始终坚守岗位 与各位同学 共同迎接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张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